各位孩子們早安 I'm Daddy 我是老爸 今天來到手機通訓海 這個叫做3Z Tim哥的專賣點 看到沒有 桌上這麼多手機 所以我今天特地來請教Tim哥 如果在2019年我們買手機要怎麼買 那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最好的手機啦 我自己感覺是看預算去買手機 那今天我就直接切入正題 因為可能你看到這支影片可能剛領完同胞 或者是你要買個孝親機 或是要買給你最重要的人都不一樣 那今天如果說我預算 今年的過年我只拿了5000塊的紅包 我想買一支手機送給你的朋友 會不會太收拾 5000會不會他就不跟我交往 5000應該他不會跟你交往 你好歹也1萬嘛 因為現在1萬的手機啊 其實我覺得1萬手機都有一定的水準 所以5000塊的手機目前 那不然我們來當孝親機 孝親機可以 還有給學生小朋友 因為有時候爸媽會覺得 小朋友不用拿那些那麼好的手機 那如果是5000塊左右的預算 Tim哥你現在推薦哪一支手機給觀眾朋友 好 那我推薦有四款 但是我真的會一定要買的話 我會有兩款 這四款是 以不分年限 有一些可能他已經是上市超過一周年 但我個人覺得他CP值很高 比如說很愛自拍 你也知道手機是這樣 手機呢 你一般安卓的機種 你上架一季以後 他的金額開始就會往下跌 對 然後甚至於半年 九個月 甚至於一年以後 他會跌得更快 那跌下來的 他不代表是爛手機喔 他也是不錯的 5000的呢 我有推薦兩支 一支呢是 華為的這一支 你看他是非常漂亮 我剛才看到這支 我很驚訝 剛才Tim哥跟我講說這支4990 嚇一跳 這支的型號是什麼 這一支呢是Y7 Prime Y7 Prime 華為的手機 而且他的螢幕占比 感覺也還蠻高的耶 就是蠻高的 然後 我覺得這個粉紅色 我覺得這可以送你朋友 應該大概打你 對不對 而且旁邊有金屬邊有沒有 我覺得這真的可以拿來追女生 OK 你OK嗎 因為我 是小學生拿來追女生嗎 可是這個質感 真的是可以的 這個質感 我覺得5000塊買到這樣的手機 已經 當然沒有iPhone那麼好 可是他整個就是跟iPhone很像 就很 你會覺得說拿起來 因為他是滾金屬顛 對 重點是他背後又雙鏡頭 對 有沒有 指紋接觸也在後面 哇真的怎麼感覺非常好 對 而且啊 而且我覺得老爸 我們5000塊手機啊 我自拍一張就幾 真的嗎 我自拍一張 老爸自拍 而且他有美顏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美顏 來 你把美顏按下去 這關閉 美顏 好我照一個 很白耶 還可以自拍方向 還可以自拍方向耶 所以5000塊 其實最推薦這個就是華為的 Y7 Prime 對 他有一個是超過5000塊的 大概落在6000到8000左右 是剛剛出的叫Y9 但他厲害的點是 他夜拍很強 又不太一樣 現在6000到8000就有夜拍很強 這個很誇張 沒錯沒錯 如果說我今天預算比較高 1萬塊好了 是我自己要用的 或者是送給老婆的 或是比較有高一點預算 1萬塊左右 1萬塊左右是 好 但剛剛那個我想要先插一句話 其實紅蜜蜈蜈也不錯 紅蜈蚈蜈也不錯 五千以下 紅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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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它其實拍起來效果也不會太長 這個有一點美顏了吧 有一點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 其實很不錯 其實如果你會用碗底修 其實後來再修也可以 可以 這沒問題 這沒問題 而且我們剛剛是亂拍的 你們看到 因為我好久 我都買比較高階的手機 好久沒有看 現在低階手機也做的 很不錯 那個手感 你看這個又有點那種 霧燃的那種感覺 這個就是全金屬光 對 而且啊 那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如果你們要買這種5000塊以下的 千萬不要去綁電信公司的手機 不划算 無敵不划算 對 真的不要 你們就是 如果你們 要讓它可以數據吃到飽的話 你就辦那種500塊以下的數據吃到飽 然後再搭配買單機的5000塊以下 你這樣才會真的省到錢 真的 那接著我是1萬塊左右 1萬塊左右的 好我推薦三隻 第一隻是這隻 Nokia 你拿來看 拿來看 Nokia Nokia 8.1 對 Nokia最近好像那種從浮低反彈的感覺 它最近出了好幾隻中低價手機好像都賣不錯 賣不錯 它這一隻手機呢 其實是在12月中旬剛剛才上市 哇你看 而且不到1萬塊 它是不是不到1萬塊 這個質感太誇張了 它這個 這個是什麼技術啊 它這個邊邊 它旁邊這個 它有點像是金屬切割的切割法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它覺得 直接有兩個顏色 對 這技術感覺很不辣 而且整個手感 跟方面來講 也很好 是不是好 你握握感也很好對不對 而且它背面是有點鏡面的 鏡面 鏡面玻璃感有沒有 對 重點是它的錄影超強的 它的 對 可是它這跟iPhone設計有點像 就是鏡頭凸起來 為了要用它的畫質 這就是缺點 對 你知道為什麼是缺點嗎 有時候你這樣鏡頭凸起來 如果你沒有裝保護套 或者是你沒有裝那個 那個 去包膜的話 你可能正面 對 你跟它說背面 跟那個桌子做摩擦的話 你有可能會把鏡頭損傷 所以它唯一的缺點 這是我覺得它的缺點 對 不過它整個才1萬塊 對 這次最特別的地方 在哪邊 最特別的地方是第一個 它是安卓的原生系統 安卓的原生系統的好處是 其實安卓陣營 它有一些像你Sony 或是三星 華為 他們都有自己的介面 對 那所謂的原生系統就是 Google怎麼樣給它這個系統 它就直接把這個系統放進來 所以是Android One的系統 就是有點類似Pixel的 Pixel不是原生 它就是原生 原生 就是那樣子的操作法 喔 了解 對 但我最喜歡它的是 它的錄影功能 我覺得很強 現在每一台 從剛才第一台到現在 都每一台都強 沒有喔 這台錄影功能是 你可以分割畫面 分割畫面 來來來來 老爸來 你看 這裡對不對 你按相機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 我們把它轉向回來 對 好 好 那你看這邊有影片對不對 對 好 你看右上角這裡 有分割畫面 對 你看我連助理都有 有沒有看到 好 就變成是前面跟後面一起錄在同一個 不然我們現在錄一段 喔 我懂了 可是Tim哥我跟妳講 都不需要 好 沒關係 好這是第一個對不對 它可以分割畫面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 它的收音效果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 我在按錄音的時候 它有比較OZO音效啟動 所以 它在立體聲收音呢 非常的好 我覺得針對錄影來講 是 真的很重要 對 像很多人都用手機在做Vogue什麼的 沒錯 其實很重要 而且呢 我還沒講完 對 還可以直播 還可以直播 直接Live 按下去 你可以連結YouTube跟Facebook 你就可以做直播了 就是比較簡單 不用再從Facebook連回來 或什麼的 感覺上簡單多 沒錯 然後這是它的美顏 還蠻廣的 還蠻廣的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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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支萬元手機會推薦 第二支萬元手機呢 是一萬左右 還是要一萬到一萬 就是一萬左右 一萬左右 一萬左右 對 的話 降價後的 降價後的OPPO 這支是R11S 那為什麼我推薦它的原因 是因為 第一個 它其實R11 或R11S系列 而且呢 在去年 年初的時候賣得非常的好 那 這一款呢 等於是 兩年前的集中過 只是說呢 現在的定價呢 它已經降到一萬塊以下 大概九千九左右 兩年前算是蠻久的 兩年前它有九千九的價值 算是蠻厲害的 是不錯 對啊 對 所以ANGEL手機兩年以後 通常價格都大跳出來 對 而且我拿 你先拿起來 你看它的手感 它有一種很薄的感覺 有沒有 它非常的薄 對 這個手感你就會覺得 對 而且我很擔心 它就是 這到底怎麼形容 它的重心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對 好像它的框是輕的 輕框 可是裡面是重的 所以它整個玻璃 就是玻璃還是有重量 它邊框是輕的 所以 手感很不一樣 你看 拿它跟NOTIA 兩個拿起來 你會覺得它很輕很多 對 這真的重蠻多的 就是很不同 沒錯 它這個 其實最大的重點就是說 因為它當時賣得非常好 是賣給女生的族群 所以它這邊有個beauty 就是美顏 所以為什麼 你看美顏的段數 有到六段 了解 對 你看 一樣我拍張 你看看這個美顏 這我都看變精神 這不行 有沒有 這美顏 美顏 好 所以其實這支也很 這支我覺得很適合女生 如果一萬塊左右的手感 它拿起來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對 而且很輕 放在包包也不會覺得手 然後第三支就是Vivo的 Vivo 2018年11月剛上市的 然後這支是一萬左右 這支一樣有螢幕解鎖 它這支是水滴造型 你看它這邊有個水滴 它的螢幕佔比就變得非常 所以它平淡比高 沒錯 再來就是說 它的拍照美顏 尤其是Vivo 它有一個很棒的功能是美顏錄影 美顏錄影就是說 你今天一般錄影的時候 你可能要透過後製 才可以把你的肌膚打亮 或怎麼樣 但是它內建美顏錄影 所以完全你就不用 靠後製的技術 就可以錄下來效果 真的很厲害 就是等於是邊錄影邊美顏 沒錯 一般是只有照片有 可是影像沒有 所以Vivo這支這支是 是這樣 Vivo V11 它有個夜拍也很棒 你可以給大家看 完全沒有透過修圖 真的可以 所以這支萬元 萬元總共推了三支 三支 接下來我們才推一萬五 一萬五到兩萬 這手機好了 一萬五到兩萬五 我推薦兩支手機 第一支手機是三星的A9 四鏡頭 四鏡頭 這支還剛好 我記得你當副位這支還背到歐洲去 這支是馬來西亞 這支是四鏡頭 四鏡頭 它其實讓每一顆鏡頭 負責不同的 比如說它有 可以景深 可以廣角 變焦 它是每一顆鏡頭都不一樣 這支也算 這支也算三星很重要的中間機種 中間機種 當時其實我有問三星說 你為什麼把四鏡頭 我坐在所謂的一萬到兩萬塊區間的手機 他說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因為他覺得拍照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預算沒有那麼高 也不用太多的黑科技 所以他把它定位在一萬到兩萬之間 這樣很有道理 其實普遍如果說你是高中生 或是在打工的 一萬多塊比較沒有太大的壓力 如果只要兩個月不吃不喝就可以了 真的 而且這支手機它的廣角 老爸我們現在看 你看喔 這是一般的拍照 這個是我用廣角拍 但一般廣角拍 你旁邊可能會有變形的情形 因為是廣角的關係 所以你今天選擇它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叫做形狀校正 這很厲害 然後歪下去喔 它就幫你調回來了 所以它這厲害的地方 幫你把廣角拍完以後 在簡單它已經自己幫你後製了 所以它變形會回來原裝 它四個鏡頭 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什麼特別的 它除了四鏡頭以外 它在正面自拍也無敵強 你可以看到它的正面自拍 你看我現在轉到正面自拍對不對 自拍 然後它還可以緊身 你看我們自拍緊身 你看它的緊身 就直接坐在這個 那個帽子 厲害 是不是 黑科技 很強 這個應該是三星現在的主力指標 這個是它中間的主力指標 而且你看它的夜拍 夜拍看起來也很厲害 是不是也很漂亮 它的細節 完全沒有後製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那下一支 下一支我們還在 一萬五到兩萬 一萬到兩萬 這支也是我很推的 一萬五到兩萬 一萬到兩萬 對 但這支我也很喜歡 這支是跟你很有關 你拍小你超強 這支就是小米8他們的Pro吧 推薦這支的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呢 它是螢幕下指紋解鎖 好酷 對不對 第二個是它這支手機呢 它的拍照的強悍度 它在我們有個叫DXOMARK的一個拍照平分的網站 超過100分 超過100分 對 那你有哪幾支在那100分左右 100分左右有華為的P20 Pro 三星的Note9 幾乎都貴它一萬塊 對都很貴 它是大概100分以上的 它是算是最便宜的 哇天啊 所以這個很划算 所以這支對 它真的超級划算 而且它的拍照啊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它的強悍度 真的不輸超過兩萬塊以上的手機 真的 而且一般來講 我們會覺得頂規手機一定要破兩萬 一般來講都覺得要破兩萬 可是這個我覺得 它就有顛覆那種 就是價格的部分 更有優勢 而且它這支也有AI AI就是它可以去變製出 我們現在在拍 比如說拍動物 你看 你看 我們來試一下它的AI 給大家看 你看現在是沒有對不對 對 你看喔 好我現在過去 哇上面出現了一隻狗 對 那它就會呢 在你拍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 狗有沒有 哇超強 那你拍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投整隻狗的這個模式 哇 對 超強 所以它的AI辨識有超過一百種 哇很厲害 小米真的是 小米真的是在這個地方 對 小米好像只有手機跟路由器 是自己做的 其他都是代工的 代工的對 但是 你看它的細節細緻度 你就會覺得它很棒 哇 這支 這支它最特別的 也是它的背蓋 可以看到它裡面的IEC 什麼的 其實很特別 這支也宏吉 但我跟你講喔 老爸這些 是假的 是假的 這個是假的 是假的 真的是在主機板裡面 那為什麼他把這個透明做出來呢 這透明度 它上面的有些數字 我不曉得你 你的那支相機 可不可以近拍它 它上面的數字是 小米上市的 那個股票的上市的號碼 它用高通的處理器 它都有強調 然後還有就是 你有沒有看到 然後它上面有三星的晶片 對 它上面都有 這邊股票代號在這裡 喔1810 然後這個是雷軍 講的一句話 我的天啊 所以它 這個是裝飾品 裝飾品 這是裝飾品 但是它把它做成 你感覺會很透明的 那種透明感 你就會覺得 哇這支手機很有質感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再說 兩萬塊的手機 哇 這個已經算 這個就 這個就已經歸類快要頂規 頂規的 其實頂規我覺得這幾個 一直往上 像一樣三萬塊才快要頂規 對不對 對沒錯 但是我是在預算更高的 在比較上面 這樣好了 就兩萬塊以上手機 我會先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心目中有這幾支 但是老爸好像要我選出 兩支 因為這樣太多了 那我先跟大家講 我推薦的是 這個是vivo的next 哪個手機 這支是那個沒有流行的 它是真正的全面屏的手機 對這支我推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為什麼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iPhone XS Max iPhone X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果蜜 對 所以這支我還是推 現在我也是用這支 你也是用這支嗎 還有Note 9 老爸也有 我也有Note 9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Pixel 3 XL Google手機 最近也是好多人開箱的 沒錯 它的單鏡頭的夜拍也很強 再來就是這支 大家現在吵得沸沸揚揚的 Mate 20 Pro 它可以幫iPhone充電 反向充電 幫iPhone充電 它是故意是要下iPhone還是怎樣 沒有它是真的 哈哈哈哈 它可以幫iPhone充電喔 對 我不知道等一下 有時間我再次給老爸看 但是 這幾支呢 如果硬要我選出兩支 對你不能挑那麼多 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重點就是 要幫消費者決定 就是大家其實沒辦法 如果說這幾支 可以說是 都是沒有預算上限在賣的手機 那我也給大家一個數字 就是國外的安卓的一個知名網站 對 找了65萬的消費者去投票 然後投出來 他們的當年度的最佳手機的兩支 一支是Note 9 Note 9 一支是Mate 20 Pro 這是他們投票出來的 對 那如果我自己最喜歡的手機喔 我第一個 我很喜歡的是 Google Pixel 3 XL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可以 他單鏡頭的 你看他是前後都是 他 你看後面是單鏡頭 你看起來 後面是單鏡頭 他單鏡頭 可以做到雙鏡頭的效果 怎麼辦到 還有他的黑客機 對 然後他的夜拍能力 不輸華為的Mate 20 Pro 真的還假的 華為現在宣騰一時 對 他的夜拍超強 這支的定價是多少 這支的話 Pixel 3比較便宜 Pixel 3是兩萬七 兩萬八重油 然後我這XL 就是比較豪華的版 他是誰把它代工的 這支手機喔 這支手機 應該是HTC 對 我其實蠻喜歡這支的 而且你看 他上面這個是 大猩猩玻璃 然後他是有點混材質 他這支好像給了很多YouTuber 就是這支嗎 對 就這支很多YouTuber在用 對 而且他搭配他自己的無線充電板 會啟動15瓦的快充 15瓦在無線充電算很快 15瓦 一般是10瓦而已 對 他使用15瓦 非常 可是老實講這支手感 我個人覺得普通 你普通 那再來 蘋果手機我就這樣 因為蘋果手機 大家知道我一定會選 對 但是不要蘋果手機的話 再一支 那個Tim哥是在看哪一個廠商給業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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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支真的讓我很猶豫 不行你先選一支 這兩支就剛好我剛說的 安卓的那個網站 票選出來這兩支 如果你要幫消費者決定 我今天就是要挖坑給你 三星跟華為你要站在哪一邊 好 我這樣講 如果你覺得你會常用到比的話 對 那當然你只有三星有比 因為華為是沒有比的 對 對 但如果你覺得整體拍下來的話 說實話 我會選華為 講實在 因為我比較沒有壓力 我講實在 三星這支拍照沒有我想像中 那時候在測試 你有在測嗎 對 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厲害 可是華為我也沒玩過 因為那時候我是拿三星跟iPhone讀 我覺得iPhone在人像的膚色 怎麼保留得比較好 不過三星很適合哪一支拍啦 他把你弄得很美 沒錯沒錯沒錯 對在這一點 擔心比較強 對所以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這兩支我都很愛 但是你說以廣角來拍的話 它的超廣角 是非常強的 這支Mate 20 Pro 對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先從這是一般 三倍 五倍 超廣角 你看它超廣角 真的很厲害 而且它也可以做微距 什麼叫微距呢 比如說我現在要拍這支表 它很快 它對焦速度超快 你看它可以微距速 對啊 它可以超級微距拍照 你看它出現 這個距離真的非常近 大家看一下 而且還對焦對得到 這個真的蠻厲害的 所以以目前來講 不管價格 不管各方面 拍影像 拍錄影最強的 應該還是華為對不對 應該可以這麼說 但華為其實它 它應該說2018年 它有這兩支手機 是很強的 一支是P1 P20 Pro 對 一支是Mate 20 Pro 對 可是我有聽到的兩種聲音 對 有很多波羅克 他覺得如果你今天沒有超廣角拍照的需求 P20 Pro還是很強 P20 Pro比較早出 早出 P20 Pro是2018年4月 然後這一支是11月的 對 所以其實 有時候如果你真的沒有超廣角的話 因為它把一顆鏡頭 因為它兩支都三鏡頭 但是它是把一顆鏡頭拿掉 就是把原本的華為 P20 Pro的黑白鏡頭拿掉 然後換成超廣角鏡頭進去 但有些人還是喜歡用P20 Pro 所以其實華為還是目前來講 你先把iPhone排除在外 你跟iPhone拿著錄影比較強 又是不同取消 華為的Mate 20 Pro 它的錄影功能有一個叫做AI抽色 叫做人像抽色錄影 我了解 就是說你這個有顏色 然後旁邊都是黑白的 對 但是這個iPhone XS Max做不到 但iPhone XS Max你在錄影的時候 因為它這次有多了雙立體聲的效果 所以它的收音是非常好的 好今天我們就2019年購機指南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清楚 因為現在真的手機太五花八門了 連我自己買都 你看比如說我要買個五千塊的手機 我都不知道會頭暈啊 對如果頂規當然是比較好選擇 可是落在一萬一萬五 落在一萬五 一萬一萬五 我覺得今天Tim哥啊 就給大家一個很清楚的方向 那Tim哥 大家記得要去Tim哥 Tim哥要不要介紹一下自己的頻道 好 麻煩大家訂閱一下我3CTim哥生活的日常 然後我裡面呢 其實剛剛講這麼多手機 我幾乎應該都有拍過開箱文了 對我把Tim哥的icon放在最後 今天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照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天正式發布影片 我們明天見 掰掰